疫情爆发以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每天定时的向国人报告最新的资讯 并且耐心的来回答外界的疑问 如今面对小朋友也是有问必答 卫福部跟教育部联手举办了儿童记者会 由双中部长陈时中攀文中一同来解答 他们跟小朋友的对话蛮幽默的 好像是有人乱吃蝙蝠 那这样我很担忧 不能吃山猪跟薯等野味呢 听到原住民学童内心的疑问 指挥官陈时中一句话暖静心坎 至于要吃也要吃熟的 吃熟食 所以山猪我想可能性很低了 改天我有机会去那里我们一起吃吧 甚至化身点字王新领导师 告诉大家毕业典礼发挥创意 也能留下美好回忆 在我的口罩上面 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或画一个我的嘴巴 可以怎么样用一个创意的方式去渡过这样的难关 这以后你们长大也都是要去碰到的 想骑单车环岛也OK 只要留意这些事 只是在住宿的时候 在用餐的时候稍微注意点点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去单车环岛 在寄下面给我好了 不忘任学妹 陈部长展现亲和力 你是名传国小 台大旁边的名传国小 那我是校友 联手另外一位阿中部长 教育部长潘文忠来接招 你回家要做一个最好的宣导员 就来一起来做防疫的小兼兵 小朋友们确实是非常的可爱 我看起来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吧 都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跟小学生最多了 指挥中心记者会熟悉的场景 改由小小记者提问 让两位部长也很难忘 记者周永林新台北采访导